前立委黄一焦最后身亡被称为行男立委的他 过去不管是情场还是政治路同样精彩 非常感谢我们就位相亲 黄一焦1998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 顺利当选2000年宋处于成立亲民党 他也成为宋主席的心腹 此后连任四届立委却在2012年跌了交 当时的对手是时任行政院新闻局长林佳龙 最终黄一焦连任失败 也就是这场选战失利之后 他渐渐淡出政坛 他的脸书最新公开贴文就停留在2012年的那场选举 之后时任台中市长胡自强 曾经邀请他担任台中市府副秘书长 但在就任之前黄一焦就有健康因素为有请辞 而生前黄一焦情场上作为轰动一时的 就是1998年的宝宝事件 当时媒体报道 已婚的黄一焦周一扣以及何立林三角恋 事后周一扣还躲在何立林的衣柜偷听 何黄两人对话 结果听到黄一焦说周一扣是沙皮狗 让周一扣气得冲出衣柜 飞游世界旅主角周一扣如常上节目 但却亦有所指图大谈人言可畏 我喜欢这种爱恨情仇非常清楚的人 我也喜欢坚强的这个为自己的生命奋斗的人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原 这个生存的力量 就是不要害怕 阮林玉自杀以前讲什么 人言可畏 中华文化最恶心的那个传统的这个 呜 最怕孤独的黄一焦情场红红烈烈 人生据点也让人震撼 T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开启通知小铃铛 near